我的所有功德 诸佛菩萨的加持统统给他们 那事实上你愿意承担众生的痛苦 佛菩萨马上把你痛苦都给接种了 因为你慈悲 但是你借由接受众生的痛苦 就把你的自我保护这个最难的我职断除掉了 你放心好了 你不会感受到痛苦的 因为你越慈悲 那佛菩萨就越欢喜 所以当佛陀做国王 在布施写给五个恶鬼道的时候 一般来讲三天他就要死了 结果佛陀做菩萨 布施的一个月气色越来越好 为什么 诸天护法 就一直把天上的干露 一直灌注在菩萨的身体 所以菩萨布施的一个月 反而改头换面 身体发光 不但如此 连这个五个恶鬼道都被他感动 不再伤害别人 发愿将来这位国王成佛了 我们跟他出家 跟他得到解脱 所以各位 当你把最爱的钱帮助最穷的人 你是赚到还是赔钱 这就是你有福报的因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做生意做得不太好 怎么努力别人赚钱 我都没赚钱 因为你布施太少 不是赚钱 想办法帮助别人 好不好 给人方便 老人饿 雇为怨 傻傻干露水 尽量有心去帮助别人 跟老板说 老板 我是来帮助你的 我是来协助你的 老板一定加你薪水 不能要加给谁 那说老板 我是要来赚你钱的 老板这个人很自私 最好把他开除掉 所以各位 你只要 你要有一个利他的思想 这样来改变 所以各位 你要得到佛法的殊胜 加持 如果你的业障很重 你看不到佛法 也感受不了佛法的加持 所以各位要多多的忏悔 然后呢 全然的接受佛法 不要再用自己的想法 不要再自私 要用佛法 要所做的一切为众生 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重点 断除自我的爱惜 全然接受众生 全然帮助众生 全然放下自我的 去奉献众生 那就对了 所以这样你就发觉 不可思议了 所以更勿在做诸饿 所谓自私我值的贪嗔痴 包括今天你做善事 是希望来世升天 今天你做善事 是希望你得到一个 有所得的 那个都是恶业 这个业会让你受苦 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是要符合 无我的空性 绝对的慈悲 尽量这样去调整 那各位什么叫修行呢 佛是清净圆满的 那我跟佛不一样在哪里 观音菩萨的心是大悲平等的 那我差别在哪里 所以修行你就是要以 以佛的圆满来看到自己的不圆满 然后来忏悔自己的不圆满 除了如此以外 你也会看到众生的不圆满 那这些众生的不圆满 你也代替他忏悔 就像你看到你儿子这边脏脏 你把它擦干净 擦干净 所有众生的不圆满 我们以佛的圆满 来净化他们的不圆满 将来代众生忏悔 三宝的东西啊 寺庙的东西啊 都不能侵占为己有 各位要养成习惯 除非 这个是结缘品 可以拿回去 其他三宝的钱不能赚 比如说 我买这个食物十块钱 那对方给我回扣一块钱 因为我就放我口袋 这个就惨了 因为这个是三宝的东西 商人给你回扣一块 这个你不能自己赚啊 不能用世间法来啊 这个你觉得 虽然是富十块退一块 保留他们的商业机密 那这一块还是属于道场 那同样各位去道场 不管做什么 那个是属于道场的 我们就不要侵犯他的 包括出家人身上的东西 都不能去侵犯 所以各位就不要用金钱啊 或是世间的诱惑啊 甚至男女的欲望啊 去干扰了出家人的修行啊 没有孝顺的人 不可能有福报 所以各位能够孝顺自己父母 能够孝顺妻子父母 能够孝顺利太祖先 那福报太大了 进一步能够孝顺众生啊 对我们有恩的这些法师啊 上师 我们要好好的去照顾他 他们将来也会老啊 好好的去照顾他 功德无量 只要你诚心忏悔不再犯 三宝的加持啊 罪业 卷通通消除 佛光摇照 各位你要知道啊 八观灾界不可思议 你受八观灾界日夜 佛光摇照 罪业都消除 不光是你自己 如果你有大悲心 今天你在家里受八观灾界 整个地方上的罪业都可以消除 今天你在那个地区守八观灾界 那个地区就风调雨顺 没有车祸 没有人摔倒 八观灾界力量大不大 不可思议 所以各位要知道 原来我们可以这么样的影响世界啊 你好好的发菩提心 好好修行 那你就会脱离世间法的执着了 只想用佛法来帮助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啊 皈依不是我们自己皈依 我们带着地狱道 恶鬼道 我们带着惭愧心 带着父母祖先 孕亲在主 堕胎胎了 我们都带着他们 发菩提心皈依 他们一皈依三宝 马上就脱离三恶道 而且一起跟我们修行 将来呢 他就能够往生净土 要生起这样的心 所以第一遍念完 各位问讯的时候 观想三宝的力量不可思议 哇一加持 我们跟所有众生啊 大地震动 所有的业障烦恼 统统消除掉 喷出去了 身体恢复清静 像流离一样 第二遍念完三归一 我们的头顶上就出现了 不可思议的八观灾界的功德云 无量无边的功德云 覆盖了我们跟所有众生 第三遍 一念完 归一 所以一切的功德来自于三归一 各位记住 你今天成为一个佛弟子 在处理很多复杂的事情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叫世间法来做事情 你永远不要离开三归一界 我是佛弟子 按照佛的因果空性 我要按照慈悲来做事情 因为我们很多出家人 有时候都会忘了这个 虽然我要盖一个寺庙 我想要做什么善事 结果用一种世间的方法 来经营佛法 那这个就算你是出家人 你已经不是三保弟子 因为你脱离了三归一界了 这一点太太太太重要了 因为从头到尾 都是一子三保在修行 那就对了 不要离开三保的教戒 就像火车不要离开铁轨 离开铁轨 整部车会伤害多少人 所以这个叫三归一 也因为对归一完全在一子三保 所以得到戒体 命运改变了 只要后面只要好好的持戒 动机正确 你就有一个圆满的人生 可以利益无量无边众生 如果你能够当下成为永恒 就像我第一次受八幻灾界 到今天 我都会用八幻灾界的精神 在过生活 那对我帮助很大 对我帮助 我随时记得我在修行 我随时记得我在做什么 这对自己很重要 我要对佛法身三保 永远有信心 特别规法 无论如何别人怎么害我伤害我 我都不会报复想要去伤害他 我要对他忍辱慈悲 不知道做什么事情 都符合佛陀的教诫 做什么事情 要学身邪的清净慈悲 要对三保有信心 最好各位每天在家里 都要念一遍三归一 让我们回到最正的念头 这样去做事情 来自对三保不退转的信心 这个就是生命的安定 这个叫佛性 佛性就是你按照佛法 成为你的心态 成为你的生命 可以这样说吧 然后你就找到你的自信 佛性了 所以行为上 你就会自然守戒律 本来按照佛法 本来就不会去伤害生命 本来就应该去慈悲 各位当片缘法界 这是菩萨界的精神 一切友情 一切非情的境界 山河大地花草树木如果坏了 那友情也会死亡 所以友情跟花草树木 是彼此互相依靠的 所以各位不要迫害地球 要重环保 也不要伤害人心 也不要伤害世界 所以一个所谓菩萨 它是对世界跟所有众生 负生命的责任 愿他们离苦得乐 愿他们成佛 把众生跟世界的离苦得乐圆满 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责任 所以一定要成佛 这个叫发起无上菩提心 这样来持戒 来生活 所以我昨天来就提醒大家 要看月亮 月亮的光 是佛陀的加持 叫月光三昧 所以各位每次看到月光 念的拿摩本师释迦摩利佛 佛陀就消除我们的业障 提伯达多杀了这么多人 也被月爱三昧感动了 阿瑟士王身体快烂掉了 然后佛陀的月光一照 完全恢复了 阿瑟士成为佛教最大的护法 我们才可以看得到经典 所以佛陀的爱 悲心永没有停止 就在月光里面 虽然这个世界纷纷扰扰 但是我们自己还是保持一个 虔诚 真实与柔软与劝化对方 那各位要知道 最美的是你的清净心 慈悲心 而不是外表 那你只要心清净 外表就庄严 这自然的道理 慢慢的 你就会对你自己有信心 就不需要依靠这个外表 学习佛陀慈悲 绝对不伤害任何生命 特别杀身 我们被杀的时候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 所以千万不要 因为我们而去杀害生命 所以不要随便打死 这些小蟑螂 小蚊子 什么去杀动物 也不能自杀 也不能堕胎 虽然我们要钱 但是不要去欺骗 诈骗 别人的金钱财产 人都有欲望 没有欲望 不会来投胎 凡夫都有男女的情欲 各位这一点要控制 至少要道德 要对得起自己的先生太太 家庭 也不要破坏到别人 现在有很多欺骗 包括宗教欺骗 包括假新闻 现在的媒体 在这个世界要小心 但是我们自己守好戒律 身心清静 无病无苦 广觉善缘 不要吃肉 那不吃肉 现在也不要吃鸡蛋 鸭蛋 因为那个母鸡小鸡 好可怜 现在到欧美国家 流行vigan 我现在去那边 星巴克 他看到我们出家人去 他就 你是加豆浆吗 他已经不给我牛奶了 咖啡加兔酱 可可加豆浆 他知道你们是吃素的 不喝牛奶了 所以 因为他们认为 母牛好可怜 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到最好 那至少不要吃肉 开始学习悲心 长寿 结善缘 发愿的功德不可思议 你看地藏王菩萨 他下到地狱 以他的功德福报 佛的加持 让他下地狱 去找他妈妈 结果他妈妈已经升天了 但是地藏王菩萨看到 哇地狱还有这么多众生在受苦啊 马上升起一个平等的悲心 就像看到妈妈在受苦 就发起了一个愿 念一下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成菩提 请问 那个时候整个地狱变怎么样 那个时候整个地狱都变成极乐世界 所有地狱受苦的众生 就马上超度了 愿力的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所以各位呢 你就往生排位面前 看到了排位 你就发愿 我从今天开始不吃肉 回想 他们通通跳去极乐世界 你要发大愿 转变你念头 改变你个性 让佛法进入你的心最好的方法 修行嘴巴念 心里没有这样想 那就好可惜啊 所以各位 你每天念不一样的经 每天都在让你改变 一个修行人 必须让别人 或是你的家人 感受到你这种改变 一种好的 一种不自私的 哎呀 太发喜了 那只要你要念习认真 你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要很认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哇 众生脱体沦违 众生往生净土 我将来要变成阿弥陀佛 你很认真念 在直不在量 但是如果你能够 这样的心态 越量越大 你念了一万遍阿弥陀佛 你要做一万次的阿弥陀佛 你要让百千万众生成为阿弥陀佛 你要这样念 所以念的时候 如果你自己在家里 不用念那么很快 但是你要知道里面的意思 很专心的去实践 那你这个人 佛法在你身上会产生不可思议 你的思想改变 你的语言 声音改变 你的肉体都会产生不可思议的改变 你周围的环境 这些夜暴也会改变 哎呀 佛法不可思议 所以我想大风大雨灾难要来了 你合掌真实的发愿要去做 那大风大雨灾难就不见了 所以这样子的念 然后感受到诸佛菩萨 那么大悲观音菩萨 你的愿有多大 我佛菩萨力量更大 所以就能够帮助一切 那以这样的慈戒跟发愿 所有功德都不是为自己 回向给所有众生 你苦得了成佛 如果你想要成佛 那你就敬畏来接受八观灾戒 那是成佛的因啊 所以各位点灯 放生 诗诗 念佛 拜佛 供养等等 在八观灾戒的状态 去做善根 那这个善根增上百千万倍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石耀署署长吴秀梅 COVID-19疫苗陆续抵台 少数民众因为担心而不敢施打 不用担心 所有疫苗都有经过严谨的审查 及检验程序 我国目前采购的疫苗 经食品药物管理署 及医药品查验中心 审查品质 安全及疗效 才核发紧急使用授权 专案输入许可 制造都符合GMP 西奥药品优良制造规范 运输及储存也符合GDP 西奥优良运销规范 维持疫苗品质 这次疫苗进行外观 酸碱度及无菌等检验 多合格后才放行 最后提醒大家 疫苗品质有把关 民众不用担心 平时能要注意个人卫生习惯 首付您我的健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时能够忘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众盛 》 国民又如极蔓月 一朵前日防光明 远光护照于是凡 洗澡四美皆去做爱 一朵前日防光护照于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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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朵前日防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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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威生 也见笑我 也撒色 今笑 一路 万长歇 也撒意 颂规测 千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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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智陽鑲 verde 二门 智陽鑲 verde 二闆 智陽鑲 二闆 智陽鑲 verde 二闆 以为愿 上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中文字幕 surface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友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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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